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卡发文后就失去联络长达一周 疑似遭北韩政府关押 西格利在北韩失踪引起澳洲政府关切 澳洲总理莫里森甚至在大阪G20峰会上帮忙找人 由于澳洲在北韩没有外交窗口 透过瑞典当局斡旋 西格利才平安获释 瑞典是欧美少数在平壤室友大使馆的国家之一 经常担任和北韩无邦交国的中间人 瑞典驻北韩大使馆更代办美国在北韩一切事务 上市之前拆下北韩旅馆政治宣传海报 背叛15年劳改的美国南大神沃比尔 也是瑞典居中协调才被释放 去年第一次川清会 瑞典被点名是可能举行地点 北韩外长李永浩被拍到秘密拜访瑞典外长 北韩自1970年代开始就和瑞典建立外交关系 执行人欠瑞典约3年3亿美元债务 多亏瑞典身为北韩债主说话有分量 才让澳洲学生逃过一劫 三里新闻 林邦颖报道